考生同学们,家长朋友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和大家聊一聊,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之际,媒体界的朋友们希望我和大家谈一谈,以缓解考生们迎考之前的焦虑心情,以及对未来的一些思考。 所以我想了想,想和大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高考前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在高考过程当中展示最优秀的自由,一个是高考后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在未来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人生价值。 大家都这样说,说这个高考前,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平静的心态,我也参加过高考,那是77年第一次高考,我知道,参加高考的时候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在高考过程当中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我给大家的坚持,一定要有情态。 如果你心中有家国梦,你立志为国家问民族未来,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你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你的心情会平静下来。 你会在整个考试过程当中忘掉自我,你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展示出来。 如果你一直担心自己会不会高考失误,自己如果考不好怎么办,这些杂念会干扰你的情绪。 所以当一个人有情态,想的是未来,想的是未来之发展,想的是未来事业之成就,你的心态会很平和,你会免视周围的干扰给你带来的影响。 你会在考试过程当中,把自己最优秀的那一面充分地展示出来。 你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可能你平时展现不出来的才能,在考场上得以充分地展现。 大家都喜欢,对这种现象表述为超越自我。 但往往人就是这样。 当他有一种理想,有一种追求,心中想的是未来之大事,想的是加过情怀。 这个时候任何思维杂念都屏蔽掉了。 他会以很平静的心情,以非常集中的精力,来应对这次考试。 尽管这话说起来比较平淡,或者比较空洞, 但是你认真地想一想,一个胸怀天下的人,一个心怀过着大着的人, 一个想着将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大事业的人, 他注定会有不一般的心态,平静的心态,来参与,来经历这次大考。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为了备战这次大考,你们付出了很多。 大考即将来,这时候你们应该多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想一想,你们是国家之未来,是民族的希望。 你要相信自己,要有充分的自信,我要成为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有所贡献的人。 你想想这些,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以平静的心态,来应对各种突发因素。 以平静的心态,来屏蔽各种干扰。 以平静的心态,来超常发挥。 以平静的心态,集中精力,来破解考题所给你们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所以我期待着大家,多想一想未来,多想想加工,多想想未来你的责任和担当。 这样的话,你会充分的认识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更以平静的心态,来参与这次大考。 第二点,高考过后,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更壮丽。 在大学的校园当中,去践行自己未来无悔的人生。 我知道现在家长们都很焦虑,在考虑孩子们考得好与坏,考完以后如何选择大学。 我希望在高考之前,家长们尽量少于同学们谈论这些问题。 避免给同学们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和干扰。 但是考试过后,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其实真正一个人无悔的人生,在大考这个阶段展示的比较充足。 如何规划,如何抉择,每一个人都会在高考过后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我更愿意跟同学们说,进入大学只是你人生道路的开始。 是一个承载道路上的起点。 其实一个好的大学,不在于它录取了多少高分的学生。 而在于学生进入校园以后,如何真正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对未来有用的,有才能的,得才兼卑的优秀人才。 这是大学的使命和得日。 当你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选择会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 大学是干什么的? 大学是培养人才。 培养什么人才? 培养德才兼卑之人才。 考试过后,千万不要放松自己。 要调整心态,规划未来。 如何之调整? 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 未来想成就什么样的人才? 得危险。 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要素, 在你的血液当中流淌, 你会真实的,客观的来评价自我。 会选择一条更适合你的未来发展的道理。 我在大学做校长多年, 深刻的感受到, 如何评价一个人才。 生家一个人才不仅仅是知识的多少, 也不是他的才能, 是一个德才兼奔。 无德之人, 永远成不了国家之人才。 所以大学校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 西安交通大学有双院制, 书院和学院。 学院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 向学生们传授知识, 言传深教, 为学生们的未来指明方向。 而书院则是第二科大, 让学生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实践当中去检验自己所学知识, 在实践当中去增长自己的综合素质和才能。 在学校, 还有一批为学生们在校期间所准备的实践环境。 各种世界大赛, 各种国内大赛, 学生们可以较早的进入实验室, 和老师们一起用实践来检验自己课堂所学知识。 实践与课堂的结合, 实践与学习的结合,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就在这样一个交互循环过程当中, 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学习知识、 检验知识, 同时又把课堂所学知识付诸于实践之中。 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环节, 使得孩子们不断成熟, 不断成长。 我欣喜地看到,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在各种实践项目当中, 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不仅仅是金奖、银奖, 而是他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所转现出来的那种超凡的智力, 那种超凡的智力。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看到21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来历, 他们有志于在这场新技术革命当中走在前面。 所以我再三强调, 大学生不仅仅是受教育者, 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创新者和实践者。 所以西安交通大学始终把学生不仅仅作为培养对象, 而把他们作为创新者, 作为创新伙伴, 一同来面对这场到来的新技术革命。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激发了孩子们无限的创造力。 学校还有很多环节, 比如说现代产业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 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创新项目。 我们还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创新港, 有若干国家级的实验室, 世界一流的实验室, 让孩子们能够在校期间能够了解世界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 能够了解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 能够了解经济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 正是这些实验关系, 让孩子们在学习一事件的交替过程当中, 增长了自己的才干, 培养了自己的综合性质。 西安交通大学是一所好学校,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好的大学。 所以我期待着同学们高考过后, 要认真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 能够在进入大学以后去承担这份责任, 而不是高考过后一切枉然,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进入高校还是茫然, 那样话对不起自己前期所付出的心情欲憾。 一个真正有成才志向的人, 一个真正希望自己成为国家未来之动量的人, 他不会放弃一切机会。 他会利用每一个实验环节, 每一段时间, 来思考和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 所以我期待着同学们做好两件事。 高考前, 培养自己的情怀, 以平静的心态展示最好的自我。 高考过后, 认真地科学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 不仅仅把自己作为受教育者, 更把自己作为未来的创新者, 参与到大学的学习实践活动之中。 我想, 如果你们做到这两年, 你们会在考前和考后充分地利用时间, 做好自己未来人生规划的起点设计。 我由衷地期待着大家来到西安教育大学, 我也期待着在校园遇见你们, 我们一起谈论未来, 我们一起面对现实, 我们一起放飞未来之梦想。 更期待着, 当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 如同国家所期待的, 社会所关注的, 家长所高兴的, 一个有功的, 国家动用比赛。 祝福大家考试成功, 期待着在校园遇到你们。 7个字幕。 2个字幕。 1个字幕。 1个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